不過我看這張照片就是習近平和這位拜登先生道別 回到他之後還會有什麼可以繼續發展呢? 這是華春瑩貼出來的照片 好了,我本來就繼續想說習近平會面之後會有什麼影響 不過馬上看看更加重要的消息就是 聽說藍白俠有機會破局 意思是談不完 首先十多二十分鐘前有消息傳出藍白俠 即是民眾黨、柯文哲和國民黨侯友宜 原本在今天18日會談究竟出選的時候 究竟是侯友宜掛稅還是柯文哲掛稅 聽說就搞成馬拉松 聽到昨晚兩點沒有共識 打電話去問,就是他們這個柯文哲掛稅 就說你是不是已經是討論馬拉松呢? 他說還要多一點時間 在整個民調裏面 現在就說柯文哲領先還是侯友宜領先 這是一個辯論點 如果我支持得多過你 那我為什麼要做阿姨呢? 這是很多的考量 但是,似乎這樣的調查數據 似乎都說服不了大家 所以一直談 現在就是一個問題大家問 好了,習主席就是離開三藩市 原本大家看到就是拜登不會支持台獨 台灣應該是有變局 是會有利國民黨的 譬如說,如果你不支持台獨 雖然他沒有說反對台獨 你又不可以這樣說 你叫人反對台獨 這個令美國完全外交沒有彈性 沒有可能 那我去到最盡的說話 你只能夠賺到他一句 我不支持台獨 於是在民進黨 就是蕭美琴、賴清德、蔡英文的集團 在明年的所謂大選會不會失利呢? 因為如果美國是不反對中國進行統一 甚至是不支持台獨 那些選民會不會有一個改變? 但是在改變之前 大家再問一句 柯文哲原本是獨立調查自己的民調 曾經也挺高的 當然,侯友宜也有接近三成 兩個人加起來 如果是柯文哲和侯友宜 一定可能會超過賴清德 我當賴清德是超過三成 始終只有六成 這個可能對國民黨、民眾黨 甚至不支持台獨 佔大多數比例 但問題是 柯文哲是一個獨立 之前是一個獨立的政治人物 他和國民黨基本上不太合適 大家應該都知道 還有一件事 是否一個個人的決定 可以說 我是否要以大義為重點 我去支持國民黨 我做副手是OK的呢? 你要考慮 選票的事情不是你這樣說的 如果柯文哲說 我也去跟這個國民黨 我做老二 你馬上的選票可能會流失 因為你的粉絲是支持你柯文哲 支持你對抗國民黨 當然柯文哲說 我也是反對這個國民黨 但你不知道那個票會怎樣 到時你現在 柯文哲可能佔三成的民調比例 突然間你說跟了這個濫營 那怎麼辦?走失了 雖然知道蕭美琴會趕回來 蕭美琴會有很多年輕人票和婦女票 那可能答案賴清德也很強 贏成怎樣? 你知不知道會有多少個百分 這也不是柯文哲自己作為一個選舉 我選我自己 我可以說不定 不是的 你的團隊怎麼看你? 你的團隊就說 其實你積除了這麼多三成的選票裡面 其他很多選票是因為之前你對國民黨那個反對 那你現在說我跟了他做路易 票數一身 要重新計算 所以就在今天應該下午 或者中午會有宣佈 那現在就傳出來說 就很可能 大家都談不來 就是很可能破過 我們不是需要肉成 你究竟是國民黨贏還是 柯文哲贏的 說清楚 世上只有一個中國 台灣不可能獨立 我當你 我當你美國 好啊 我是不支持你 甚至我不干預你 我當你 讓它自然而言 你自己 無論你是 撐藍營撐綠營的 台灣選民 即是有選票投票的人 你想想 結果會如何 你不要以為 講時事講到 就是好像已經是 拜登已經是默許了 去干擾台灣的選舉 令到民進黨不能夠當選 來支持習近平 你這樣拿錯 不可能做這些 不可能做這些操作 對不對 怎麼可以達成這個默契 就是默契 你不要達成這個協議 好了 你如果現在柯文哲說 真的沒辦法 如果我走了去南盟的話 可能整局都會輸的 所以我堅持回 有自己的態度 那可能賴青就會上場了 所以現在還是涉定惡的 就是一個不確定性 你不要猜誰會出來贏 不過就是最萬全之勢 就是我不管你誰會贏 中國已經表明態度了 如果你這樣越累自半步 美國就說自己是不支持俄讀 如果那邊的人 你當你是賴青吉 搭蕭美琴 再是一個很強勢的台獨勢力 我告訴你 台灣的選民應該自己想想 所以其實都說 整個台灣 你就是掌眼於這個政黨 每個人說的話 其實你忘記了 其實它最大的動力 不是來自他們幾個人的思考 他們的思考模式 即是他們是台獨 還是偽 還是友誼共識 不是說這件事 而你總之知道台灣 大部分 有份投票的人 他心裡面在想什麼 大部分 九成九我可以肯定 他們不想變 不想九二共識 不想一個中國 但是不想破 那就麻煩了 現在就是 習近平應該希望可以 不是說服你了 說明就是 好了 如果真是有那個情況 所以說成果出現的話 我們也不需要理會 看回內地的網民 都說得很白 好 那你要等內心得選 當你可以當政 我們不需要製造一些 肥肖劇的劇情 一定要齊歡喜 如果是出了紅線的話 那你就真的會歡喜 我想這就是大國之民的態度 你不要經常看電視劇 那一定是他贏 一定是這個 這個結局一定是這樣說 不是的 我覺得 始終是 我用這個看法 就說 等於量子力學 現在是不確定性 打開了核子盒 你才知道他是貓生還是死 而這個就是台灣 他們的問題 或者他們的問題 還有到時怎麼選 我當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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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有兒和柯文哲 大家是不成立了 就是大家不會有 藍白 他就是不可以賺贏這個陸營 三個繼續去選 三批人去選 選出來 有可能後有兒 因為這個票數會上升 因為台灣人說 真的不想打仗 也知道美國不支持 可能去理性那邊投票 也都可能 柯文哲 其實最近看到那個文哲的支持度 下降了 可能他也真的下降 變成一個邊人 那你就再不會有機會 東山復出 因為為什麼呢 已經跟國民黨談好了 以後你就有一個 是少數派的一個 所謂政治力量 好了 到民進黨 可能會輸給國民黨 因為大家在投票的時候 那一刻就想到 如果台獨繼續幫助的話 未來的事情會很有問題 這個就是三個考量 你不要叫我猜 不能猜 你說你猜中 我當你猜中 你也不理性 所以這次就是起 一會兒就說回拜會之後 其實美國也是心有不分 那更是帶出一個很好笑的笑話 那你覺得呢 留下再說 說一下 又是心心不分 怎麼說呢 他們這些人 始終不相信中國 是能夠成立了一個 半導體或者核心技術的生態鏈 所以他們依然是咬住這個 MID60 Pro華為的新手機 究竟它的先進芯片 在哪裡來 因為它的先進芯片 可能是7納米的水平 的芯片 就不是很高的 7納米 有5納米 甚至是3納米 2納米都在做 那你說7納米 是不是很恐怖呢 中國可能不是需要最尖端的芯片 但問題是7納米 如果7納米都能夠自主 供應自主 研發的話 甚至是去到2025年 中國製造的目標是七成 我們在身邊都是自給自足的話 其實這樣已經足夠了 但現在問題是 美國是不會放棄 對中國的所謂圍堵 甚至是阻壓的 你說習主席和拜登 然後你用這個 Facebook的劇情 我們是一馬平穿 大家也可以說 美國釀解我們的立場 我們釀解美國的立場 以後就不會講到什麼 所謂的軍事衝突 不會講到一些 尖端矛盾 我們大家就好做朋友 這又不是這樣 現在美國還有很多力量 是希望對中國大做文章 所以你一看到 就很生生不分 就說 你現在出現了這個高端芯片 可以自給自足的話 那一定是有些漏洞的 他們相信了 他們相信有人偷他們的東西 就是美國 或者美西方 偷他們的東西 或者團職了他們的 所謂的芯片的設備 甚至有人故意漏出來 協助中國 完成各產芯片的研發 甚至是生產的自主 所以下一輪就會在各會 在不同的政壇裏面 會出現力量 再次押向中國 再會提出更加嚴厲的芯片 甚至經濟的制裁 所以你不要 真的不要認為 好了 我們已經 整個畫面很長 大家談好了 沒有事 我告訴你 這次是暫停 是一個暫停 就是說大家出去喝口水 如果被人產生了 你就呼呼兵 噴到神仙水 還未完 不是零比零 現在好了 我們打和了 下個回合 我們再繼續計算 不是 你這樣想 就似乎 將畫面 看到那些不真實的未來 一會才會說 拜登還在跟你說 這個是獨裁者 即是你很涼薄的 握完手 好朋友又說你這輪旗車很漂亮 然後又說你三十多年前來三藩市 你那時候這麼年輕 是甚麼來的 表演而已 專門去說你是獨裁者 當然 是不是他的人 沒甚麼厚德呢 這個叫做很陰謀很堅靈 不時 這是一個民主政治裏面 他需要說這些話 所以他會變成 有一個兩次力學的現場 就是套波爾像性 你測到他的位置 測不到他的速度 測到他的速度 測不到他的位置 測到他的位置 測到他的位置 你不知道他的變速在哪裏 即隨時會變化 好 先講一下 順勢講一下 我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很受影響的一部電視 我沒有看過這個自拍局 不過呢 我又看英國的政壇 一個很經典的劇 叫做Yes Prime Minister 或是Yes Minister 兩位都沒有看 待會講一下 美國出現了一些 Yes Prime Minister的現象 大家好 巴士的部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 石樓台都有片看 有網友說 想訂閱石樓台看獨家內容 但不太知道網上訂閱怎麼做 我們特別安排了客戶服務熱線 如果有關於訂閱或使用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 致電3610-3800 3610-3800 或是發電郵給我們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十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 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另外石樓台獨家發布的 陸語人金融Hi-T財經節目 已經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視頻之外 你還可以在石樓台 看陸語人的文字版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網站 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也支持巴士的布 訂閱石樓台 多謝大家